展昭莫言 酥醉赵鱼 消沉白银浴 再看看宁静 好 我是李密在剧中世人 酥醉 他是 他是两个人 一个是耶律普赞多 一个是酥醉 酥醉是宋 他在辽国当 剑铁为宋国殿江山根基 总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守人取敌的一个 大局官 是一个非常大局官的人 判局本本 没什么想到 他这个 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 就说他长在自己心里 然后我呢 就说 习惯跟 亲密的人 关系越好 就这 对 对 我自己就像是一样的 具处有任何人性 在人的基本上的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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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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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她 对 对 鲁毛 暗地 哈X 大家好 我是演员 陈方童 我在《一片冰心在月湖》中 饰演的是赵鱼 在我心中 我觉得赵鱼是一个 情感充沛 感爱感恨的 傲娇小公主 我第一件首要任务 我减肥 我在唯独剧本的时候 就是比我第一次见到导演 大概瘦了有十多斤 然后现在可能有 换回来解解吧 都是抓住一些她的特点吧 就是她是一个 其实挺缺爱的一个小姑娘 然后但是她很敢爱敢分 就是她有什么她都是直接说出来 她是一种 因为她的设定就是 刚开始会跟女主要抢男主 就是这个设定其实挺让人讨厌的 情敌嘛 但是她就是不会在背地里搞小动作 就是她的情感表达呀 还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很直接的 所以就抓住这个特点 然后还有就是她很可爱我觉得 我跟赵瑜相同的地方 可能我们都是感情比较充沛吧 但是我可能没有赵瑜那么外放 我会稍微内脸一点 就是我是一个文静的女孩 我觉得我们的戏拍的挺顺利的 然后主要是我的戏份里面 也没有鼓打戏也没有吊威亚 其实我挺想尝试的 没有机会 就是没有什么危险和难度系数很高的戏份 所以还好就是整个拍摄过程 挺快乐的 然后挺顺利的 唯一就是不热 其实大家看到大结局里面 赵瑜跟苏醉 就是赵瑜死后复生 然后跟苏醉相认的那场戏 是我们第一天开工拍的戏 就是两个人对手第一场戏 一直见面 就是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我们的对手老师很给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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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知道 друзья 如果 老物贵了屁 脱挂了 然后他们把你谈恋爱就是这样的呀 我知道但是我问题太多了 拉开他的漫渣 这个东西是CG做的 来 我们再来一个 OK 过了 明日就算下期 你要真这么抠我 傻胆 好吧 带你哥哥去看夕阳就像我 大家一起一片铭心在约乎 杀青快乐 感谢现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全是杀青 谢谢 杀青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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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青快乐